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特朗普身处的戈尔夫球场附近发生枪击案 美国联邦调查局说似乎是企图暗杀 维州一名男子周末在等候救护车长达四个小时后不治 台风贝迫加迫近上海 当地火车停洗 多班航班除消 今天是2024年9月16日 以下由胡天行为大家报道今天的详细新闻内容 先跟大家讲一下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 在佛罗里达州打戈尔夫球期间 球场附近发生枪击案 一名疑犯被美国特勤局的特工枪击之后被拘留 美国联邦调查局说 今次枪击案似乎是企图暗杀特朗普 并已经接手调查 特朗普之后回到海湖庄园 并发表声明说他没有受伤而且安全 当局表示枪手手持一把戴瞄准镜的AK-47枪 挂在围栏上的两个背囊和一部Gopro相机 中旅摊员警长布拉德肇就表示 枪手利用高尔夫球场周围的灌木虫来做掩护 布拉德肇说 高尔夫球场的布局是有三个洞 五个洞、六个洞和七个洞 枪手在灌木虫一边 在那里他可以看到两边的洞 特朗普是在另一个洞的后面 当时大约有400或者500马的距离 特朗普在声明中就表示 没有什么能让他慢下来 而且他永远不会投降 特朗普7月13日 在宾夕法尼亚州竞选集会里面 也曾经被暗杀 但就不成功 英国外交大臣林德伟说 为镇压俄罗斯的侵略 英国已经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 早前英国首相斯基言和美国总统拜登 在华盛顿会面 在会面期间 两国领导人讨论进一步 加强对乌克兰支持的可能性 但就没有正式宣布具体措施 乌克兰总统扎连斯基一再呼吁 西方盟国提供更多远程武器的支援 以打击俄罗斯导弹的发射器 林德伟就说 未来几日将会就有关问题 进行更多的讨论 也门胡塞武装组织首次使用 导弹袭击以色列中部之后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说 胡塞武装组织将需要付出沉重代价 胡塞武装组织发言人莎雷亚说 他们发射一种新型高超音速导弹 只需要11分半钟 就可以飞行2040公里 一名以色列军方官员说 导弹被拦截器击中 但就没有被完全摧毁 而且在空中碎裂 襲击发生在上午大约6点半 达拉维夫和以色列中部地区 响起空袭警报 居民纷纷寻找被烂锁 襲击并没有造成直接伤亡 但就有9个人在寻找掩护的时候受轻伤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表示 以色列将会立即作出反应 接着说回本地消息 维州一名男子周末在等候救护车 期间长达4个小时后不治 引发外界担心维州救护车人手短缺的问题 周六晚上 大量救护员请病假 导致维州出现50名救护员短缺 救护员需要长途不洩 才能去到病人召唤的地方 维州影子卫生厅长郭西亚说 情况令人心感担忧 并表示救护员需要得到支持 维州救护车工会秘书希尔表示 他多年来从未见过这么严重的人手短缺 并表示发生今次悲剧原本是可以避免 他说救护员的工作非常辛苦 他们经常必须承担额外的工作 来都确保社区安全 希尔说当救护员 过渡疲劳 体力耗尽 以及根皮力竭的时候 大家就会看到这个情况出现 他们很难再接另一间 而维州救护服务非常依赖 前来填补的救护员 善意地加班来填补人手 但如果他们星期五晚已经十分繁忙 他们就不会用他们的休息日 来回星期六晚的一间 所以他们知道 昨晚有几十名救护员是用他们的休息日来上班 以填补额外人手 希望维持服务 大家知道维持这个服务就靠他们这样做 但目前墨尔本大都汇区仍然出现大约30名救护员的人手短缺 联邦政府表示 这个星期国会的重点 是确保通过两项关键住屋政策的立法 预计澳洲房屋未来基金 和国家房屋协议的项目首批资金 将会用作在全国建造 超过13,700间新的公屋和年中屋 预计其中接近四成建设的项目 会在这个财年内动工 联邦就业及劳资关系部长华德华 这项立法非常之重要 华德华澳洲房屋未来基金 将会帮助建造13,700间新住宅单位 给澳洲人居住 这些屋是为那些急需住屋的人而设 包括最弱势的公屋住户 或者中等收入的人群 例如是护士、幼教工作者和老师 这些人可以透过基金提供的年租屋受惠 华德华基金首轮资金将会释放92亿 用来建造公屋和年租屋 并为超过1,200个遭受家庭暴力的婦女和儿童 及面临无家可归风险的年长女性提供住屋 澳洲统计局将会在星期四公布劳动力 和3月季度的人口增长数据 预计将会显示8月份的失业率维持在4.2% 就业人数将会增加3万人 澳洲的失业率仍然处于历史低位 但随着利率上升来减轻经济增长和对抗通货膨胀 失业率一直在逐步上升 工党议员查以顿在接受天空新闻访问时说 目前的就业市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SBS电台继续新闻报道 再讲一些国际方面的消息 欧洲中部发生洪灾 目前已经有8人死亡 捷克有数以千计的民众需要疏伤 一度带压槽横过奥地利至罗马尼亚 为当地带来强降雨 并导致捷克和波兰发生近30年来最严重的洪灾 另外缅甸也因为暴雨引发大规模洪水 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74人 至少89人失踪 搜救行动仍然继续 超强台风摩蝶吹袭缅甸 是今年吹袭亚洲的最强台风 早前已经在越南和泰国造成几百人死亡 台风令河水上涨 两国多个城市被洪水淹浸 而台风贝碧家就逼近上海 当地火车停洗 多班航班取消 当局也提醒当地居民要做好 应对强台风和暴雨的准备 贝碧家来袭适逢中秋截场假计 令到民众行情受到严重影响 一位旅客表示 他根据紧急警报 已经提前作好安排 一位旅客表示 他们是从澳洲来 他在公众假期期间回中国探亲 他们知道台风明天会来 所以将原本星期一的火车 改了星期日 就可以安全回到他丈夫的乡下福建 回到本地 雪梨西南部昨天也受到强风吹袭 一名六十多岁的妇女 被一只跌下来的树枝扎死 事发在昨天中午 那个妇女行经利物浦卡斯雷尔街的时候 被树枝击中 救护员赶到现场 并试图为她进行急救 但最终不治 利物浦市警方已经就今次意外展开调查 并将会向法医提交报告 一行最新数据显示 因为赌博所造成的损失数字不断上升 促使外界再次呼吁全面禁止赌博广告 赌博改革联盟行政总监托马斯表示 这些数字显示出 由已故工党议员莫菲领导的报告 所列出的全部三十一项建议 包括全面禁止广播媒体 和网上赌博广告的重要性 不过在公布最终政策之前 联邦多名部长一直对实施这项措施发出警告 理由是禁止媒体公司收入 会带来潜在的后果 接着是体育消息 澳洲赛车手皮亚斯特利 赢得阿塞拜疆大奖赛 这是他一级方程式职业生涯的第二次胜利 皮亚斯特利说 他决定在第20圈的时候 进行令他致胜的行为 他说知道当他在各一圈 使用减了系统的时候 必须尽一切努力坚持下去 否则就不会赢得比赛 这是他最好的赛车体验之一 财经消息 澳洲200只成份股指数上星期五收射报 8099点升了24点 总成交是53亿 其他证券市场方面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星期五收射报 41,393点升了297点 恒生指数上星期五收报 17,369点升了128点 上证综合指数上星期五收报 2,704点跌了13点 外汇市场方面 澳元对美元是0.6706 对港元5.2300 对人民币是4.7553 接着是澳洲加密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 虽然阳光普照最高20度 墨洁本有罩雨最高15度 布里斯本阳光普照最高23度 帕斯亦都是阳光普照最高25度 阿德雷德大致有阳光最高17度 河巴特有一两阵骤雨最高14度 坎培拉间中密云最高17度 达尔文有一两阵骤雨最高34度 各位新闻财经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赞好分享留言 立刻紧贴SBS电台广东话节目的 Facebook专页